楼主是北方人 老家在一个小镇上 兄妹三个 大哥 二哥和我 所有奇怪的事情 是二哥去世之前的几年 和去世以后经历的 这里交代一下 二哥是在我13岁 在他自己21岁的时候 意外触电死亡的 当时楼主上厨三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 害怕时间长久 会将有关二哥的记忆 都模糊化了 就赶紧记录下来 背景交代完毕 现在就开始讲吧 二哥属猴子 从小非常聪明 我和他之间差了八岁 和大哥之间差了十二岁 人们说三年一代沟 所以我和大哥之间 难免有代沟 显得没有那么亲密 再者 我开始记事的时候 大哥就一直在外面上学 所以成长的交集就少 二哥脑袋聪明 但是不好好上学 属于那么鬼机灵鬼机灵的孩子 每天和家门口的孩子混在一起 其中就有两个亲兄弟 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尊重 此处就不点名指信了 称他们为大坤和小坤吧 坤家在我们镇上属于小康家庭 家里开的场子很富有 但是他们爸爸在外面胡来 找了个小老婆 家里他妈妈有苦说不出 他家和我家有一个相同点就是 都是三个孩子 上面两个男孩 下面一个女孩 先说说他家的老二 小坤吧 小坤长得很帅气 因为和我二哥每天在一起玩 我对他们都很熟悉 他们家的事情 我们镇上面都知道 知道他爸爸在外面有女人 也知道那个女人给他们生了一个小弟弟 所以大坤和小坤 有时候在他爸妈吵架之后 就去找那个女人 还打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很泼辣 对他们兄弟两个快恨死了 这个是题外话 说说小坤是怎么意外去世的吧 我不清楚小坤是什么属相 但肯定的是他和我二哥都是同龄人 他去世的时候也不过刚刚满成年 那个时候的小孩能高中毕业 都是很少见的 我二哥初中毕业就不上学了 我叔叔在当地开了一个工厂 他就在那里上班 小坤和大坤也很早就不上学了 家里条件也好 每天就是晚 小坤的意外 是因为有一天晚上 他们喝了酒 酒后去游泳 然后小坤一头栽倒在泳池里面 是头掀着地 直接就是脊椎受伤 当天晚上送到医院抢救了一晚上 缓过来了 可是第二天就不行了 因为脊椎受伤 他的腿都没有知觉了 他的小沈和我家是邻居 第二天去看他的时候 他正回光烦照 小沈摸他的脚 他就非常高兴 说小沈 我现在感觉特别好 我能感觉到你在摸我 然后小沈就明白 这孩子是要走了 那个时候我也不大 小沈给我骂说的时候满眼的眼泪 可是我都不害怕 小坤走得特别突然 也特别痛快 他的离开 也就拉开了我们这里 每年去是一个年轻人的须目 不过 这两年的情况 我就不了解了 因为我后来去了市里上高中 然后就是考大学 接着家里 也从那里搬到了市里 小坤去世以后 我妈妈就不让我二哥和大坤走得近了 在我们那里 谁家里有年轻的人走了 都是很不吉利的 我妈妈还给我二哥身上 挂了红烛纱 要求他晚上必须早回家 我上学走大路的话 就必须经过小坤家门口 初中的时候还要求上晚自习 下晚自习回家的时候 我当然选择走大路 可是我妈妈很反对 也多次嘱咐我不要走大路 就走小路绕着回 本来我什么都不害怕 可是他越是那样强调 我就越是心里发毛 我像晚自习就走小路了 事情到这里 出现了一个算卦的男人 他每天就是骑个车子 走村穿巷子 说是卖瓜子的 其实是看风水的 而且就在穿巷子的过程中 卖吆喝中 看村落里哪家的风水有问题 就上门找主家 询问要不要看看 这位打着卖瓜子的幌子的算卦先生 那天就正巧走到了 小坤家的这条巷子 当时是夏天 门口坐着很多乘梁的人 这位先生不等别人开口 就直接说开了 说这个主家 别看家里盖得这么好 小坤家当时就是二层小洋楼了 他们家有大事要发生 当时小坤的爷爷就在当场坐着 老人有时候就很信这些的 他就问那个先生 这个话怎么说 算卦的先生说 这一家的井没有打好 位置选在了院中间 这样是很不好了 现在伤了老二 总有一天还要伤老大 在场的人就很吃惊了 因为没有人提过 这家里发生的事 可是算命的先生都说出来了 就这样 坤爷爷把算命的请到家里 让他给好好看看 结果就被坤爸爸阻止了 并且把算卦先生赶了出来 说了一堆难听的话 算卦先生只是强调 让大坤时刻注意 减少外出 谁都没有想到 算命先生的话 就是那么快就应验了 大坤出事也是晚上 是车祸 自己眼睁睁的 就上了迎面来的大车上 特别的惨 那个时候 小坤的周年还没有过 小坤的事情 我都是听邻居的小沈讲的 大坤的事情 就是听我二哥讲的 我记得当时我还问二哥 这个世界真的有鬼吗 二哥说没有 小孩还家一天都想的什么 或许那个时候的他 也是不相信这些事情的存在吧 小坤和大坤的事故 间隔不到一年 但是是在两年内发生的 也就是说 我们镇上 在我们大队 两年之间 每一年都去世了一个年轻人 这样就弄得邻居们很紧张 尤其是平时和坤兄弟 在一起玩的那些孩子的家长们 当然包括我的妈妈 我妈妈当时只是一个 有点相信鬼神知识的普通妇女 二哥去世后 他就成为了专家级别的封建迷信拥护者了 哈哈 这是后话 大坤和小坤的事情是在两年间发生的 都属于意外吧 都和鬼神什么 拉不上关系吧 可是第三年去世的那个哥哥 就有奇怪的事情了 那是过年的时候 正月十五有烟花 我们镇上有一个很大的旅场 往年元宵节都有烟花 可是有的年轻人更愿意骑摩托车去市里看烟花 市里和镇上有四十里路 年轻人骑摩托车骑得很快 可以说没一会就到了 当时他们就决定正月十五下午出发 晚上看完烟花 再骑车回来 去世的这个 哥哥我已经忘了他姓什么了 就称他为小夏吧 小夏父母常年在外 他和爷爷奶奶一起住 小夏在正月十五之前的一天晚上 梦见了坤兄弟 他说他们在叫他 让他一起玩 这个梦他给我二哥他们讲过 也给他奶奶说过 在他出事以后 他奶奶哭着给邻居们说 小孩之前有做不好的梦 还大骂坤兄弟 当然了 奶奶那几天就不让他出去 可是年轻人都有贪玩之心 元宵节去市里看灯盏和烟花 他又怎么愿意错过 这样悲剧就发生了 小夏也是自己撞到大车上的 当场就死了 这样算来 就是三年死了三个年轻人了吧 我们大队的这个诡异事件 那个时候 在我们镇上真的是轰动一时 谁能想到 悲剧很快就来到了我的家里 在这里给大家再介绍下我的家庭 大哥在高中毕业以后没考上大学 爸妈就决定送他去当兵 大哥很争气 在我小学生初中的那年 他也在部队参加考试 考上了一座军校 直接从部队去了学校 家门口这几年的事情 他当然不清楚 就在初三上半学期结束的寒假期间 二哥出车祸了 也是正月十五晚上 在他车祸之前几天 他给我妈说他做梦 梦见他坐在水面上 穿的白衣服 有人叫他 这一下我妈吓坏了 死活不让出门了 可是他不听啊 也是十五的晚上 骑摩托车上的前面一个摩托车上面 就是直接从后面追尾了别的摩托车 当时他后面还带了一个人 那个男孩就是稍微擦伤 车祸之后 那个男孩给他们平时在一起的朋友们打电话 说快来出事了 然后还叫了救护车 先去了镇医院 这样的整个过程都没有通知我们家人 结果镇医院让交押金 他们哪里有准备那么多钱 就说先看病 钱满了送过来 医院不愿意 然后他们朋友们就干了一件很不好的事 先找车送了二哥去室医院 然后把镇医院的玻璃砸得稀巴烂 我们家里收到二哥出车祸的消息是 他已经在室医院了 爸妈都快吓死 我就是不停地哭 当时二哥参加工作好几年了 我的学费是他给我交 平时还总是给零花钱 我们虽然有时打架 闹别扭 但感情是非常好的 他出车祸的那天 是我们俩说好他回来 给我学费的日子 当时初中都是过了正月十五就开学了 于是那天我没有等到二哥回来 第二天就开学 顶了个红眼睛去上学了 也没交学费 谁知道中午回家 看见和二哥非常要好的一个哥哥 胡子在我家 说昨天晚上你哥出事了 我就哭着说都听爸妈说了 然后胡子哥的一句话 就让我嚎啕大哭 他说你哥可真是个好哥哥 都昏迷好几次 一稍微清醒 就说我妹明天开学交学费 钱在我口袋赶紧送回去 这也算是鬼故事的题外话吧 二哥在医院住了两个礼拜 期间我们通过几次电话 说怕影响我学习 不让我去看他 等他出院回来的那天 天气非常好 他在院子里面晒太阳 中午一放学 我就飞奔回家 看见他的时候 他就是笑 也不说话 然后我就开始哭 边哭边看见他人中的那里 伤口结痂黑黑的一大块 看上去就像留了胡子的日本人 然后又边哭边笑了起来 晚上时候 二哥就告诉我妈妈 他车祸当时眼前是黑的 我什么都看不见 不由自己就撞了别人了 我妈妈和姑妈第二天就找了人 弄了什么鸡血 去车祸的地方给他叫混 边叫边往家走 说是给他收惊 即便是这样 也没有留住哥哥 二哥车祸是零两年的正月十五 去世是零两年的阴历七月十六 可以说 从车祸到去世 他整整多活了半年 半年的日子里 一切正常 我们时常打架 斗嘴 他在镇上混得还好 甚至和我当时的班主任都混一起 打听我在学校的表现 甚至是和男同学的交往问题 这些都是我后来得知的 阴历的七月是鬼月 大家都知道 七月十五 整个家族聚在一起去上坟 顺便一起吃饭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家是很大的家族 奶奶在我一岁的时候 煤气中毒去世了 爷爷很长寿 在我高中时候才走的 当时九十多岁 走得很安详 关于爷爷去世 也有很多事要讲 有机会后面说 话说这年的七月十三 家里的姑姑们都来了 忘了说 我的爸爸兄弟姐妹有十个 是的 大家没有看错 六男四女 我有一个姑妈 三个姑姑 爸爸在男的里面排行老五 七月十三就上坟扫墓 然后在爷爷家里吃饭 二哥当时也来了 这也算是他和亲戚们 见的最后一面 出事当天他是晚班 前面说过 二哥在我叔叔的厂里上班 下午去上班之前 他嘱咐我给他洗衣服 我和他讨价还价 因为我们有约定 我给他洗一件衣服 他对我几块钱 我就和他磨呀磨 他就说先洗了 回来再说 这就是我们这辈子的最后谈话 半夜电话响了 是四姑父 着急地说 二哥出电了 现在正往是医院里面走 爸爸很着急 说这就往医院去 但姑父一直强调 说不用过来了 已经送医院了 没事没事 我听见了他们说话内容 从半夜开始 就瞪着眼睛等天亮 天亮了不去上学 说要等二哥回来 妈妈当时说不行 必须去学校 然后我就哭着上学 在学校哭了一上午 熬到放学就往家跑 我多么希望 就像那时车祸他回来时候一样 看见他坐在院里 可是没有 其实二哥出电的当场就走了 大家想想 工厂里的工业用电 那得多大的功率 姑父打电话回来的时候 他确实在往医院的路上 可是他心里应该也很明白 哥哥已经过去了 年轻人去世了 是不可以回家的 直接从医院拉到了墓地 很妙的事情 是大哥在下葬的前晚 打电话回来问 家里都好吗 我说好 又问二哥在吗 我梦见他 我说也搬去了 又问家里怎么乱哄哄 我说有人在打牌 当时忍着泪 保持嗓音 嘴巴都咬破了 这样对大哥隐瞒二哥的趋势 一瞒就是好多年 直到他军校毕业 回了部队 有时间探亲回来 在进家门的那一刻 才告诉他 那个时候的大哥 根本就不相信 也不接受 又扯远了 灵异的事件是什么呢 是那个算卦的老头又出现了 站在我家门口 指出家里的布局 指出哪里哪里有口井 巴拉巴拉讲了一堆 因为有昆家兄弟两个事在先 我妈妈 但怕下一个出事的就是我大哥 于是就把井给填了 对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接音亲的 下面再简单讲一讲 二哥殷亲时候的事情 结音亲的那个姑娘和二哥一个属相 我应该叫嫂子 虽然从没有见过面 嫂子去世的也很奇怪 早上起来在自家厕所门口摔了一跤 就过去了 嫂子和我家是一个姓 她的弟弟和我是初中同班同学 是不是太巧了 音亲的当天晚上 妈妈和姑妈在他们房间的地上 铺了草木灰 就是村里烧柴火烧完的那种灰 姑妈说 要是你哥哥今天晚上回来的话 明天早上你就能看见脚印 早上我一早起来就关心这件事 开了房门就看到了 草木灰是这样铺的 宽有半米 像铺地毯一样 从进门到床边 然后我就看到了 从门口到床边 一路走过去的脚印 之前看到有朋友描述的脚印 可是和我看到的都不一样 我看到的不大 有五毛钱的硬币那么大 感觉是三个指头那样 我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 还是什么生物的 整个脚印都非常的清晰 有人说 生前是什么属相 就是什么脚印 可是那样的脚印 很明显不是猴子的 也有人说是什么脚印 就代表来生去投了什么岛 可是刚去世 没多久就重新投胎了吗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坚信 是有另一个世界存在的 然后对哥哥的去世 就不那么难过了 因为我总是相信 他是在另一个世界 用另一种方式看着我 保佑我